听说啊,那个李老板不给光头强发工资了,这可给光头强气坏了,光头强决定要辞职,不在李老板这儿干了,他要来做厨师,哎我天,光头强,你怎么什么都会做呀?光头强今天的任务是做一碗汤,哎我天,这怎么还有个独木桥呢?哎,光头强,你的碗这么大,里边怎么没汤呢?你要多煎点汤,你知道今天你的顾客是谁吗?他就是你的新老板,他决定要来面试你了。 他要是喝不到你做的汤,他就不会录用你的,光头强,你要加油啊,哎呦,光头强开始分汤喽,一人一玩,完了,完了,老板没喝到汤,他要解聘光头强,老板,老板,你就再给光头强个机会吧,光头强,这次一定会非常努力的,老板决定再给光头强个机会,光头强,这次你要加油了,你可千万要让老板喝上你的汤啊,哎,这里还有这么多的调料呢,我们多收集一点,哎,这里小心一点, 千万不要把汤给撒了,哎呦,我天,你端了这么大一个碗,里边竟然没汤,哎,这才说完,光头强就接了满满一碗的汤,哎呦,光头强,你这次可要加油啊,千万不要给他撒了,哎呦,这怎么还有个刀子在揽路呢,哎,这里千万小心一点,要撒了,撒了,哎呦,光头强,你要摆正,你要走正一点啊,妈呀,刚刚好险啊,光头强都已经失去平衡了, 就差这么一点,他就倒下了,哎,前边还有这么多汤呢,光头强,你要多失去一点,哎,千万不要浪费了,哎呀,又到老板这里了,看看这次,老板能不能喝上光头强的汤吧,加油加油,来来来,还是一人一碗,剩下的都是老板的,哎,这怎么回事,怎么感觉又不够了呢,哎呀,好险好险,就差这么一点,老板喝上了光头强的汤,他决定拼用光头强了,光头强又找到新弄作了, 哈哈哈哈